根據目前buffer 然後你可以把自串的list的串連 然後新增到你目前的 可能是某個行數 某個行號上面 然後去自動在某個buffer裡面新增自串 然後ARGC就是 你在開啟bin的時候 它去讀你開啟bin 所給它的所有的閃數 然後像這個buffer EUF開頭就是buffer相關的操作 那exist就是檢查這個buffer有沒有存在 list的就是說這個是不是 列在buffer的清單中的 它是不是異等 然後這個buffer是不是已經有載入進來 以及buffer的名稱 buffer的ID 以及它的window 那這個對方就 我們再來做成數 然後 另外一個這個cursle是 就是 你可以設定你目前的cursle移動到哪邊 就是說假設你有一個功能是要固定在檔案的開頭 然後 或是第幾行 要去加入一些文字的時候呢 你就可以在你的function裡面自動呼叫這個cursle 然後指定它說我要到第三行的第0個欄位 然後再利用上面那個append去新增某些文字 或是用setline的方式來去把這個內行的文字修改掉 然後這邊還有一些方式是complete的就是自動完成的 那我們稍後會講到那個condition如果我們沒有時間的話 然後 然後 嗯 嗯 然後轉回來 嗯 然後還有char什麼之類的 然後還有一些比較特別的像是history的歷史紀錄的新增 然後還有input 這個如果有想要寫就是 就是有一點UI的東西 有一點UI的話可以照做 假設現在這樣子 好 input 拿給他一個 這樣 就這樣子 喔因為我設定 有設定的嗎 拿給我 很像 我們 要用來 이런 它就會自動跳出一個這樣的一個代表 那你就可以輸入一些自傳 它就會把這個回傳的詞傳到傳傳這邊的script裡面就可以使用 但是因為我不是很喜歡那個東西 所以我在GUI option這邊把這個punt拿掉 如果要看的話呢是到GUI option裡面 把這個punt 請問在那個文字接口下有沒有類似 有 但是它是文字的punt 它不是用恩克斯刻一個視窗出來 就我等一下示範給你看 就是如果是在GUI裡面的話 故意的話你可以在這邊把這個punt 改掉 好像不是 Dialog Dialog 沒有Dialog 拿推 拿推 有 這個就是Use Console Dialog 這樣它就會不會用pupup的Dialog來去做選擇 或是之類的 它除了讓你input的你也可以就是 弄成一個像Web的Select的一個Dialog 所以你可以選擇某個option去做某些事情 然後那個如果是在Termal底下的話呢 就是使用這個input的這個function 譬如說 譬如說 它就會在這個Terminal最底下問的名字 那你就拿 就可以存到這個 然後 有一個相關比較注意的就是input這個東西 因為有時候你可能會寫一個function 然後 有時候你的那個input是在那個binding去護照它的 這時候你可能 你的binding 就是你在後面做的事情還有做一些操作步驟 如果你要JJ或是KK 這時候如果你在function裡面 又呼叫了這個 value input 然後寫什麼 它就會打亂掉你後面這些的操作 所以如果是要這樣子去使用的input的時候呢 你就注意一個地方就是你要去呼叫這input 然後save 然後 做完之後呢 再用include restore 去restore 這樣就會影響到我後面這個cr後面所做的事情 對 我把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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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剛剛講到 我這個 同時 然後像這個match的部分呢 它是你可以針對找尋的字串 然後針對它去做highlight 比如說假設你想要highlight某個字 有點像你在browser裡面打設置的時候 它會把某些字變成yellow或什麼之類的 那你可以利用這個match 然後去搜尋字串 然後讓它有不一樣的顏色表記 不過它這個有上限 好像就是最多三種不一樣的style的match 然後最後你還可以用match list去舉回match的所有的identity 然後還有一個比較特別的就是remote這個地方 remote的這個是 就是在你在使用gbin或是bin的時候呢 它其實它在linux底下它支援一個功能叫做 就是你可以把一個bin當成一個server 然後它使用的protocol是x 所以如果你在mac上面就沒有辦法使用這個 但是如果是在linux底下的時候就可以透過x這個protocol 然後來去傳遞訊息 然後讓每個bin的gbin的視窗都可以抓到訊息 然後日本人有一個叫maton 它就寫了一個用這樣的一個機制寫了一個叫做memorycatchd 就是bin的memorycatchd 你在這裡面使用的東西存起來 可以在別的bin的wind都拿到 所以這樣很好玩就是 假設你有一個x server的話 你的電腦本身就是一個x server 然後你的gbin可以連到你自己的x server 但你可以從遠端也可以連到你這台的x server 所以如果你要去遠端操作一個min的時候 就可以從遠端去告訴他說你要連線到哪台server 然後去做那些事情 然後它有一連串的命令 比如說要打開興奮頁啊 然後呼叫那些function或什麼之類 都可以透過這樣的方式來做到 一定要有x server才可以嗎 對 那個要確定哪些功能可以在哪些地方執行的時候 可以用一個function叫hex 然後has後面接的是一個feature name 代表說你這個bin在compile的時候 你有enable了這些feature 那些feature是disable掉的 那有時候你會enablepython的interpreter 或是什麼之類的 或是它可能是在g1 你compile的時候有supportg1 或是你是在mac底下 你可以用has這個feature均長 那相對的就是你要知道這個 所有的feature list的時候你就打L 然後打feature list 它進來就會有一個list 就做一個完整的東西 有時候你在那個bin裡面可能會需要判斷說 我現在是這個user是跑在故意裡面嗎 你就可以用if 然後是不是有gy然後running 然後就是有說這個user現在是在g1裡面去執行 是在這個環境裡 然後剛剛講的那個是remote嗎 所以你要判斷有沒有這個功能的時候就可以打x 那個就是macb 然後所以有時候你看一下那個 嗯 是為什麼要判斷是不是mac的 就是macb 然後所以有時候你看一下那個 嗯 然後所以有時候你看一下那個 上面的地方是乖乖乖乖的 對呀沒錯是x 還是我上面有裝x 它在拍 對 ok 然後這是feature list 然後這個部分呢 這邊都會有很完整的說明跟那個解鎖 那如果你有用到來放水的時候再去查 然後其實有很多example可以用 那就可以直接套就可以用了 然後看一下下面寫下來照的講 然後comment 接下來是要講comment 就是你要怎麼去定義的命令 像我們現在一般打這個A code 它其實是命令 但是它是build-in的 就是內建的命令 如果要自訂的命令的時候呢 就必須 你的命令名稱必須是大寫開頭的 一個comment的 可以打help 然後comment 去搜尋到這個部分的章節 那你要定義的命令的時候就使用comment 我定義的 舉例來說 我定義的comment叫做right是大寫 然後wq 它是可以指定到某個相對應的comment 但你也可以指定到某個function 譬如說function1 那就一定有一個方向 那就一定有一個方向 舉例來說是這樣的話 那我回到 這個 就跟呼叫它 去存檔 我就存檔 然後 通常有很多方向是 你在寫 Lugging的時候 你不希望別人去 access到你的方向 也不希望你的function去污染整個環境 所以你會加上s 加上s 加上s的時候 但是你又希望的這個function 有時候在comment底下可以用 所以 有時候我會這樣就是comment定義好 然後去叫它做什麼事 s 這樣是可行的 然後comment本身同時又提供了一些參數 譬如說你這個comment是不是要 支援range 這個range 你要查的話也是可以就是大 你的range 我來看我 range handling它是 呃 有的comment它不是針對你的目前的buffer的內容去操作 有的comment 你是需要去取得說我現在 呃 游標選了幾行 選從頭到尾是哪個頭 開始哪個位 開始 那 你加上這個dash range的時候 代表說我這個comment是range load 你可以先用range 然後如果你沒有給它一個range的時候 它就會使用 呃 目前的行 或是整個檔案 或是固定的count 一個數字 所謂的range 怎麼說就是 像這樣 假設現在有三個 三個 在這邊 有一個命令就是delete 它是把目前的行把它delete掉 那這時候如果你要指定它說我要從第幾行到幾行的時候 1到2 這樣這個東西就是一個range 然後就會把12行把它delete掉 12行delete掉 這東西就是range 那這時候如果沒有 那我剛剛講沒有的時候對不對 它相對應的就是 dash range 預設只有目前的行 它會delete掉而已 那另外一種是我這樣選舉起來的時候 然後 再去雙引號 我就可以補教 譬如說delete 也是可以 就是 針對你現在b show 選擇的區塊去 它就會把4 它就定下掉 這個參數呢 就直接加在這邊 然後 可以做test 那要大滴好了 那就去 那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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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使用range的時候呢 你就可以在後面把range這個東西當 它會有一個 變數可以 有一個tablet可以套 叫做Lite 1跟Lite 2 所以我 假設我自己定義的 my delete function 去補教的時候 你就可以去 這樣子 Lite 1 跟Lite 2 那麼Lite 1就是 你這個區塊的開始 跟Lite 2 是這個區塊的結束 那這個function要怎麼 取得到這個 開始跟結束的時候 就是 mine delete 通常是start跟f 都用這樣來帶 帶槓 那我們可以先把它echo出來 看它的什麼東西 這時候 這時候 呼叫它 它就會把這個range 秀出來 那這時候 你如果要知道裡面的內容的時候 你就可以用 game line的 function 你剛剛講到就是 然後用這樣子 把它丟進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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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把它echo出來 然後選擇一個區塊告訴它說 我要 然後 執行這個delete command 它就會把每一行的內容 就把它秀出來 所以這時候就很方便啦 如果你想要 針對某一個區塊裡面 去做某些自傳取代 複雜的自傳取代 或是你想要自動新增 某些功能之後 就可以用這樣的方式 然後 然後 lines抓回來的時候 通常都會搭配那個 4 所以 1 line 1 lines 然後 4 那你可以 就知道說 欸目前的line是什麼 這類的 我做些操作 然後 確定說 你可以save line 那你給它一個行號 譬如說 你要設定稱 把某個行 甚至低成123 這個 好看 好 我們還有 二十分鐘我快速講習 go to line go to line go to line 然後 FireType 稍微帶一下 如果你的 VIN 是初始的 就是你還沒有完全設定過的時候 一般來說你要啟動的 FireType 是在 就是針對 FireType 啟動的功能 然後去在你的 VIN 裡面加入這三號 夠不夠說你要啟動 FireType 的功能 就是針對每個 譬如說你可能是 Pison 可能是 VIN 或是 BASH 它會啟動針對這個 FireType 的 Login 去 load 進來 它有可能是 Invent 就可以透過這邊去 config 那 FireType 有幾個東西就是 FT Detect 有時候你的檔案是 VIN 不能幫你去分辨的 就可以寫在這個 FT Detect 裡面 然後可能 檔案名稱可以是任何一個 任何一個名稱 就是某一個是做什麼事情 就是把單個 Feature Name 就打上去都可以 那在裡面呢 你就可以做一些事情 比如說 你在 STD IN 的時候呢 就是有 Pipe 的東西給 BIN 的時候 去做某個事情 那就是呼叫這個 Detect 那我就把這個抓到的行 把它抓回來 然後看一下第一行是不是 那確定是什麼時候 在這個 FT Detect 的 Script 裡面 設定這個 FireType 是什麼的 FireType 那有時候你的 FireType 可能是一個變數 所以像這樣的時候就會有點麻煩 譬如說你可是 Pipe 手 然後所以你要 Set FireType 的時候 你就不能直接打負 因為 你就不能直接打負 因為它會變成一個子串 這時候你必須是 你要用 EXEC 然後有點像 EVO的方式 把這個子串接起來 然後就把這個子串當成一個 comment G 執行 這我稍後再把它整理過去 然後 剛剛講的 FT Detect 做完之後 做完之後有了 FireType 它自動會去 FireType 底下去載入某些東西 FireType 這個目錄底下 你可以是直接針對某個 譬如說 XNL 你可以看到這邊是 XNL 代表說如果 FireType 是 XNL 的時候 直接去 Load 這個 Script 但如果你有很多個 Plugin 是分開的功能 可能是某個 Plugin 要做的 那你就可以在下面底下 再建一個目錄叫做 XNL 那你可以把所有的 Script 都往裡面塞 那打開名稱不重要 可以是任何你想要的名稱 然後它的寫法跟一般的 Plugin 也是一樣的 基本上就是 VIN RC 檔 基本上它只是 VIN RC 檔 但是它只是把它放在一個 Plugin 然後在特定時間去把它載入下來 然後有時候你會 在 Plugin 裡面要注意的東西就是 有時候 Plugin 會重新載入到 那這時候你必須要做一個 做一個那個 就是載入的防護的一端程式 這個地方就是在做這件事情 因為有的 Buffer 裡面 你不希望就是說這個 Plugin 再重新載入一次 有的 Auto Comment 可能載入兩次 變成它自動輸進兩次 所以在這邊檢查 是不是有這個 Buffer 的這個 Variable 如果有的話就不要去載入 這個檔案就會 Load 完 但是要不會影響到其他 Scribler 載入 然後載入完的話 如果沒有的話呢 就去定義這個 Buffer 的 Variable 那就去做下面的所有事情 在 Fire Tablet 的 Plugin 裡面要注意的事情 就是有一件事情是 我們會使用 Set 來做 Option 的設定 但是 Set 的這個 Option 你要注意的是 它是 Global 的 也就是說它是整個 VIN 的環境的設定 但是有的設定 要看設定名稱啦 要看設定名稱啦 有的設定名稱 有的設定選項它是這位 Buffer 它是強迫的 你就一定是 Buffer 但是有的是 Global 的 這時候你就要用 Set Local 在這邊可以看到一個東西叫做 Set Local 這個 就是說目前這個 Buffer 要有這個 Option 那 Option 就是設定它的 Comment Stream 是什麼 那這邊代表說 如果我要 Comment 的時候 它要用這個包起來 把目前它抓到的資訊 資傳套進去 這是一個 Tablet 這是一個 Plugin 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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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uto Comment的 Auto Comment我拿一個範例來講 或者是像這樣 好嗎 Auto Comment有點像是一個 你可以定義一個 Event Handler 就是事件的處理函式 然後 你可以針對某一種 Event 譬如說 Buffer 打開的時候 或是 VIN 打開的時候 或者是 你從 STD 讀東西 或是開檔 那你可以 針對這個 Event 做某些事情 那這個 這個東西在做的就是 這個有點那個 就是 在 Buffer Leave 這邊 給它一個檔案的 Pattern 如果檔案名稱 Match 到的時候 假設它是 單純只有 A到 Z 的檔案名稱 那就做 MK View MK View MK View 代表是說 我現在這些 Fold 還有 Cursor 的位置 還有任何的 現在的環境的 呃 現在整個 你在看到這個畫面的 所有的設置 它會存起來 存到一個 View 的 Direction 裡面 然後 再利用這個 Buffer Wind Enter 的時候 再去把這個 View 把它載入回來 所以 這上面這段 整段 在做的事情 就是 沒有錯 這邊 這邊整段 在做的事情 就是 我寫檔的時候 要把目前的 瀏覽到第幾行 然後到Ford 哪些是打開 哪些是關閉的 哪些是 什麼之類的 就把它存起來 然後再次打開這個檔案的時候 自動把這個 第幾行載入回來 下次打開的時候 自動跳到第幾行 那 Auto Comment 它其實有很多的 Event 那你要去查的時候 就直接打 Auto Comment 就可以了 這邊會定義好說 呃 你的 Comment 應該要怎麼去 你的 Comment 應該要怎麼去 呃 去設置 那下面 有一整串 就是在講 這個 Event 是怎麼操作的 然後剛剛有提到就是 如果Auto Comment 重新Redify的時候 它會變成 執行兩次 要怎麼樣去防止這種問題呢 就是要用一個東西 叫做Au Group Au Group 如果就是把你現在定義好的 Auto Comment Group起來 然後如果你重新定義的時候 你就把 這 Group 裡面的東西 按 Group 掉 把它拿掉 那你再重新定義 這個 Group 那簡單用法就是像這樣子 如果你在載入 載入到一個這樣的 Group 的時候呢 在這邊 就去把所有這個 Group 裡面的 電話號的東西拿掉 然後重新定義自己的 Group 那就是為什麼 電影它可以讀一些 tar.gz 檔 就是 它在讀不檔的時候呢 它判斷到這個檔案名稱後面 是tar.gz 所以自動把這個 Vlogin載入進來 然後把 用grzip 把這個東西解下來 去把整個 Five的 那個Structure讀進來 可以示範一下就是 我的 它就會利用 Autocomment 自動做一些事情 但是現在 這個好像不倒了 然後有了有了 它就把 這個tar.gz 檔底下的內容 把它解出來 解出來 然後給你看 這個 你現在在browse in tar.fire 然後 就有特定功能 譬如說我按end的時候是打開 可是現在這些是 呃 正門口底下我把它打開 我看一下 像這樣 然後 然後 我 如果 講完了 Mapping 的部分 Mapping 的部分 我想就是 我用我的 螢幕 有些 有些 Plugin 是 FireType 的 就是 FireType 的 Plugin 那 有時候你可能會定義一些 Mapping 就是快捷鍵 然後如果你是直接定義 快捷鍵的話呢 它就是 Global 的 那如果你是只針對目前這個buffer 這個 FireType 的時候呢 你在 Unmap 的時候 你就必須要注意一點 一件事情 就是你要指定它是buffer的 可以利用 這個屬性 我告訴它說 我是 只Enable在這個buffer裡面的Mapping 然後 如果要查 這個 這邊有 Mapping 的部分 buffer 代表說 我目前是buffer嗎 Silent 代表說 我在做這個 mapping的時候呢 它不要拋出任何訊息 它是Silent 就是完全安靜的 那 Special 的話 它有特定的一個 呃 它有特定的一個功能 然後我 有點忘記 下一個 那個 Script 的話 就是 你這個 Mapping 它要對應到一個 Function 但是那個 Function 是 Script 的 Scott 所以 為了要 refer 到這個 Function 那時候 你必須要套上這個 Script 的 Attribute 然後才去呼叫那個 S title 的 Function 但是這時候你不是 直接用 S 帽號去呼叫這個 Function 而是你要用 呃 用一個 S ID 這個東西 因為 你在載入這個 Script Scrap 的 Function 的時候 它會自動把這個 S 帽號 取代成一個數字 是 ID 的數字 那每個檔案都會自己 會有自己的 ID 那就是為什麼 S 的 Scrap 的時候 它沒有辦法讀到 其他的部分的 Function 或是 Variable 然後還有一些其他的 在那邊的部分 HIGHLIGHTING HIGHLIGHTING 以 GIT 來講好了 HIGHLIGH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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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Syntax 的話 其實 如果有時候你要定義 你自己的 Confit 檔的 Syntax 然後你希望它有顏色 然後你也希望它告訴你 哪些 Syntax 有 Error 的時候 就可以透過這樣的方式來定義 那也是一樣 你在 你在 你的 Hold 底下的 點vin 底下 你只要照著 這個 Structure 去進就好了 Syntax 然後你的 5 Type 那同樣你可以放在 這個 5 Type 底下的 目錄底下 去定義這個 Syntax 所以你 Syntax 可以很多 假設你 C 你要寫 C 然後你有寫剛剛 GDK GDK 某些 Library 的 Syntax 的 Fire 那你就可以把它放在 Syntax 斜線 C 底下 那所以它就 在 Loan 的 C 檔案的時候 它就把它 這些所有 Syntax 去錄進來 那 以 Perl 來講的話 就是 前面這幾段 是一定要檢查 那個 Version 的 Bean 的 Version 是不是 6.0 以下的 然後如果是的話 就是 Syntax Clear 因為它不支援 Syntax 然後 如果你已經有載入過 這個 Define的 跟那個 5 Type Logging 一樣 就是 Define 目前的 Buffer 是不是已經有這個 Variable 如果有的話 就結束 如果沒有的話就繼續 那在這裡面 你可以去找 用 Exist 的這個 Function 它會去檢查 這個 Global Variable 是不是有 Define 好 所以它在上面 會告訴你說 我現在 要定義 我要哪些功能 就是 我要 Perl 的 Syntax 哪些要 Enable 然後就用 Lat 去 把它設定成 1 然後就 Enable 起來 Enable 不起來的話 這邊可以檢查 檢查它確定的時候 我們去做一些特定的 Syntax 的那個 處理 那除了 它有一些基本的 comment 就是 Syntax 你可以去把別的 Syntax File include進來 然後你也可以像 也可以用 使用 Regulist Regulist 去定一個 Region 譬如說 一個 Function的 Scope 它是一個 Region 那你這個 Function的 Scope 裡面 可能有些 Syntax 是只有在這個 Function的 Scope 裡面才有的 那你就定一個 Region 去 Match 用 Start 去找到這個 Function的開頭 然後 以及它的結尾 然後 定義它說 這個 Scope裡面 會有哪些 Syntax 的 Identity 然後 你在後面再去定義這些 Identity 然後 還有一些 屬性 譬如說 Keep End 代表說 它是有一個 Recursive Structure 或是你可能會有很多的 大括號 包起來 它會去 用 Keep End 這個屬性 來找到 頭跟尾的 比對 然後 Fold 代表說 我找到這個 Region 的時候 要 Enable Fold 的功能 那就會有 左邊的 Fold 就是我們剛剛在看的這個 東西 就會有這個 Fold 這個 Fold 然後 同時你也可以指定說 我只要 Match 某個 Regular expression 譬如說 If 或是 Else 或是 Unless 然後你可以定義說 這個 Syntax 下一個 Match 到的 Group 一定要是什麼 不然它就 這條件不成立 這個 Syntax 就不會 被 Enable 那有些 Syntax 也是透過 Keyword 來做 Define 譬如說 你在 Batch 裡面 等 在輸入 Batch Script 之後 它會有一些 Ls 或是 Help 或什麼之類 內建這個 Function 就是透過 Keyword 來做 它的 Syntax Highlight 當這些 Syntax 定完之後呢 最後要做的事情就是 因為 Syntax 已經定完了 但是你還沒有給它 Highlight 所以 你就可以利用 Highlight 來 把你想要的 定義好的 Syntax 做 顏色的標記 那這個顏色的標記 就是在 Colors 這個 不清楚裡面去點的 畢竟就是 Highlight 某個 Syntax 的 Identity 就是 Comment 那所以如果 回到這邊 你就可以找到 Comment 好像沒有 它最後去把這個 Syntax 的 ID 項目去做連結 然後最後我在 Highlight 的時候 一個指定說 我這個對應到的東西 GY 的前景是什麼顏色 飛景是什麼顏色 然後它的屬性 它屬性在 GY 它可以是 有 Underline 可以 Reverse 它可以幫你把目前的前景 跟後景的顏色 全部調換 或是你可以出體字 或是你不要有任何的 Attribute 都是可以的 那你可以把 Attribute 卡麥起來 譬如說我同時要出體 也要 Underline 那有些重複的東西 你不想要重新去定義那個 Highlight 的時候 就可以說 我這個 Macro 要使用 這個 Pre-Defined 這個 Highlight 選項的設定 色彩 所以這其實要做一個 這個 Color Skin 其實還蠻費時間 就是要定義很多東西 然後 我們再講一些比較特別的 文件 文件 文件的部分 都是寫在這裡 並底下的 DOC 也是底下的 然後 它其實很簡單 就是 你只要 TXT 感 然後 只要照它的這個 這個結構去寫 信號包起來就是你在打 Help 指令的時候呢 按 Tab 鍵它會自動幫你做 Conflation 的部分 然後 你用這個 Pype 符號包起來 代表說 你可以用 Control Ctrl 翻掛號 來進去這個 Item 也就是 為什麼在 這個 這地方 假設這邊好了 按 Control 翻掛號 就會自動跳到某個 Item 自動跳過來 就是 Pype 符號 然後 如果要寫一個這樣的 DOC 的話 你基本上 把它全部付出過來 然後你自己 把它 重新刻 對 就 樣板重套就可以了 再來的話 就是 我們一開始提到那個 Interpreter 的部分 要怎麼去做這些東西 就是 Interpreter 相關的 DOC 譬如說你要用 Pype 符號包的時候 也是要透過這樣的方式 那就打 IF 底線 然後 它會做 Condition 就打 譬如說我是要做 Perl的 Interpreter 那要怎麼使用這個部分 然後用 Pype 符號包 它基本上是把這個 Pype 符號提供的 Interpreter 的 Interface 把它在 Compile Time 的時候去接進來 讓它可以讀這個 V 裡面的 Window 的 Data Structure 以及它 Buffer 的 Structure 然後它基本上只是把這些 Data 做一個 Interface 的形階 把它讀進來 然後 那時候我追過一下 Cole 就是 為什麼不會建議說用 Interpreter 來做 是因為 像 Python 的話來講 你每個 Buffer 它就會去開一個 Python 去開一個 Python 的 Interpreter 然後去做這件事情 所以如果說 也不是說每個 Buffer 如果你要去做某件事情的時候 或是載入某個東西的時候 是 Plug-in 的時候 它就一定會固定去開一個 Python 的 Interpreter 然後去做你想要做的事情 那它定義的方式其實也很簡單 你就要去給它一個 Python 的 Comment 然後後面給它一個 Python 的 Code 然後就去做 那 VIN 有提供一些 API 是可以讓它直接從裡面呼叫 譬如說 這邊都會有簡介 比如說你要Bring Hello 或是你要自行那個 Comment 然後還有 Current Window 之類的 然後如果你想要 就是比較偏好 List的話 你可以用 MZ Skin 就是可以打 MZ Skin 這邊有一個 MZ Skin 的 Interface 所以你就可以用 Emacs 的方式來 就是 List 的方式來寫你的 Plug-in 這個 Plug-in 最近好像還有收到 Patch 所以應該都 都還滿新的 就是有人在使用 應該沒有問題 Ruby 比較有問題 Ruby 1.9 沒有辦法使用 只有 Ruby 1.8 可以使用 好 然後我想要看有什麼東西 然後最後啊 最後啊 這些 有幾個 有幾個 如果你們要寫的話 其實有幾個 人的 InScript 是可以看的 日本 日本很多 在 Drum 在寫 InScript 像是 我覺得忘記它的名字了 Matham 它寫很多 像 Zen Coding 還是不錯的 Zen Coding 也是不錯的 Plug-in 然後 有些像 它甚至寫了 Google Reader 所以你可以在 MZ 底下 開一個 Google Reader 它用 API 去做 然後 它為了要處理一些 Web Service 它的 API 不是用 JSON 因為 VIN 它的 Data 的 Structure 它其實 它可以是 它在存那個 Hatch 的時候 其實是用 類似 JSON 的方式去存 所以它可以去讀 JSON 的東西 那所以 很多 Plug-in 是怎麼做 就是它用 CUIL 然後去 去把那個 POP 的參數 以及 GAT 參數 去傳給某個 API 然後 CUIL 抓回來的 Content 就是 就是傳到 Variable 裡面 然後再去用 eval 去把這個 Content Evol 成一個 Dictionary 在 VIN Script 裡面 是叫做 Dictionary 那基本上就是 HASH 那有點去操作 那 Google Reader 就是這樣做 那有的沒有 沒有 JSON 它只有 那個 XNL 的時候 那所以它就 用寫一個 XNL Passer 對 然後呢 對啊 如果 如果 如果你有要寫 Plug-in的話呢 我有寫一個 裡面的 MagFi 它是一個 General 那你只要裝這個 這個 Package 然後 你有寫 Plug-in 假設 假設我這樣寫好了 就是 Plug-in 1 進來 然後我就可以 可能會有 Plug-in 然後寫一個 Plug-in 叫做 The Picture 然後 隨便一些內容 然後 它一個 Script 可以自動從 Github 上面抓 就是最新的這個 產生好的 MagFi 然後它會自動幫你把 這個 你寫的 Plug-in 安裝之後 把你 Recall 裝起來 所以你可以直接用 筆碼拿去移除 或是用 Mac Uninstall 去移除 譬如說這樣好了 Mac Uninstall 對 你不用去訂一訂東西 它自動會去 搜尋這個 Runtime Pass 底下的東西 那 我 Install 它就會去安裝 那如果不要的時候 就 Uninstall 可以 Uninstall 然後如果 我現在是開發 就是我現在可能在這邊 要做一些開發 但是 我不希望每次在改完東西 又再 Copy 東西 回去到你的 Runtime Pass 或是你不想去設定 Runtime Pass 因為可能會有很多 Plug-in 那就用 Link 去把它 Link 到你 Home 底下的這個 Runtime Pass 那所以你在 這邊開發的時候呢 可以這邊寫 這個環境是不受污染的 那你可以另外開個 Tab 在開啟的時候 它就自動會去 load這個 Plug-in 的 Source Code 那就可以這樣來測試 的 Code 然後有時候 Bug 可能會很多 就是 它可能 Coal 很多 Function 但是 因為它的 Arrow Message 並不是很完整 尤其是你使用那個 Script 和 Scope 那個 Function 的時候 它甚至只有給你 SID 或是那個 Function ID 所以你有時候會不知道 你是哪個 Function 爛掉 那這時候呢 你就趕快設定一下 Veribus 設定說 我要 顯示多少細節 總是 10 那我在做的時候 譬如說我在移動位置的時候 它就會把所有 執行的指令 的細節都告訴你 那你不要的時候 就 Set Veribus 等於 假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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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 Coal 一個 Test 2 然後 它又去 Coal 一個 Test 2 然後 這時候呢 我設定 Veribus W 20好了 再去的時候 它連就是你 進入 Command Mode 的時候 做了 哪些事情都會再重做 然後這樣去做 然後這樣去做 就可以看到 誒它 呼叫 Test 然後做了 Echo 然後又呼叫 Test 2 然後去 Echo Test 2 那 今天大概就到這邊 四點半 對不對 有點超過四點 誒請問有沒有 還有沒有什麼問題 誒請問 好 想問 EIM它有辦法寫 C的東西 然後接下來弄成 髮型扣 然後再用 EIM C嗎 有可能需要別的語言來做連接 哦 譬如說 啊 那個 Perl 的話 有 Inline C 雖然有拍子 我們不知道有沒有 那你可能用一個 Perl 的 Inline C 然後用 Perl Interpreter 去接 對 對 你可以把 C 寫在 Inline Perl 裡面 然後再去補腳踏 對 那還有其他問題嗎 OK 那那個 今天講的東西我大概會再整一下